古代帝王生育能有多猛 子女都是三十个起步 而且是尚不封地 今天的话题有点带劲 男同王们好好听着 今天不知君来盘点一下 中国古代生育能力超强的十位帝王 古代帝王生育能力能有多猛 子女都是三十个起步 而且是尚不封地 今天不知君就来盘点一下 中国古代生育能力超强的十位帝王 第十位位武帝曹操 三十一个子女 二十五个儿子 六个女儿 当然这还不算他的妻子 众所周知 曹操极爱美色 尤其还是人妻爱好者 东汉末年 张秀歌剧晚成 本来已经打算投降曹操 但是谁知曹操 竟然睡了他叔父张继的医双 走使也就是他的婶子 这种奇耻大肉之下 张秀降而又叛 偷袭曹操 结果曹操仗下第一猛将点威 以及曹操的长子曹昂阵亡 曹昂文武全才 是曹操最忠义的接班人 如果曹昂不死 曹丕是断然没法上位的 可以说曹操的这次 炮人妻的经历 直接改变了历史走向 此外还有曹操的尹夫人 原本是东汉大将何进的儿媳 生有一子何燕 丈夫早逝 曹操就娶了尹氏为妾 连带着收养了尹氏的儿子何燕 再之后尹氏为曹操生下了儿子曹巨 后来何燕成了曹爽的心腹 全是逃天 曹操自己的亲儿子 都没有这个待遇 再来看看曹操的另一名美妾 杜夫人 本是吕布部将秦一路之妻 据说还是貂蝉的历史原型 毕竟真实历史上可没有貂蝉这个人 在打败吕布之后 曹操就将美艳的杜氏收作妾室 曹操对杜氏的儿子秦朗 别提有多宠爱 洋育出了曹魏的一代名家 当然 杜氏也为曹操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作为人气控 曹操不仅做到了真正的爱屋即屋 也没有对其他娇气美妾们厚此薄鄙 在曹操的雨露均沾之下 那些妻妾们也都很整齐 几乎人手一个儿子 多的直接上了仨 第九位 唐太宗李世民 35个子女 14个儿子 21个女儿 你能想象 他的父亲李渊比他还厉害 古代帝王生育能力能有多猛呢 一个个的数量十分惊人 第八位 唐高宗李渊 41个子女 22个儿子 19个女儿 这父子俩得放在一块说 因为有对比才有说服力 才能凸显出这父子俩在生育方面 有各自的过人之处 李渊和儿子李世民一样是个高产皇帝 只不过李世民小年51岁 而李渊却在51岁 才开始后级薄发 爷俩似乎较着劲啊 在比拼强大的生育能力 李渊老当一壮 从52岁到62岁之间 连生30个子女 相比之下 李世民则稍显逊色 稳步前进 从21岁到40岁 集中力量生下了35个子女 第七位 晋武帝司马炎 38个子女 26个儿子 12个女儿 接近司马炎成帝后 纵情声色 统一全国后更是变本加厉 据晋书记载 他的后宫粉袋 多达万人之中 为此司马炎 常常为晚上 到何处安寝之事发愁 后来他想到了一个绝妙办法 就是坐着洋车 让洋在后宫里随意行走 车停在那里 就宠幸哪里的嫔妃 后来有个聪明的嫔妃 把盐水撒在宫门口 由于洋喜欢盐水的味道 就停了下来 那名嫔妃就得到了多番宠幸 今武帝司马炎一生 留下38个子女 可谓多战多产 最终却因为纵欲过渡 于290年病死 这年54岁 也算是高收了 第六位 明太祖朱炎璋 42个子女 26个儿子 16个女儿 这里我们只说一个人 那就是朱炎璋的第16个女儿 宝庆公主 朱炎璋68岁时 身受宠爱的张美儿 生下了宝庆公主 到了42岁的 明称祖朱棣继位时 宝庆公主也才只有8岁 于是朱棣只能将 比自己孙子还小的幼妹 交给徐航后亲自照付 到19岁长成时 35岁的大侄子 皇太子朱高智 亲自护送这位小长辈出家 第五位 陈轩帝 陈虚 48个子女 42个儿子 6个女儿 陈虚 南辰第四位皇帝 也是南辰在位 时间最长的皇帝 陈虚本人长相俊美 身高达83寸 具有勇力 擅长骑射 经历相当旺盛 当了皇帝之后 陈虚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充盈后宫 据传为了羽露君瞻 散播龙主 陈虚能者多劳 能一丸于庶女 一时间后宫喜讯不断 导致陈虚后宫的后妃 数不胜数 据史书记载 陈虚从23岁到离世 52岁的这29年间 生下了48个子女 其中42个儿子 这是怎样的提破 才能创下历史上 繁衍后代最多的记录 此外更不得不佩服的是 陈虚在位的14年里 国家政治还没耽误 他将国家治理得比较安定 当真是一位 相当能干的皇帝 古代帝王生育能有多猛 排名第一的 堪称帝王中的无冕之王 第四位唐顺宗 李松 51个子女 28个儿子 23个女儿 唐顺宗儿子数量之多 除了比唐玄宗 李隆基稍逊色一些外 唐朝其当20个儿子的皇帝 如代宗 宪宗等 全部难以避嫌 而且最奇特的是 顺宗自己还有一个儿子 李源 因为得到父亲德宗的喜欢 而被过继成为德宗第六子 顺宗因此就和自己血缘上的儿子 成了血浓于水的亲兄弟 此外 唐顺宗的命运还很悲随 他位居储君的时间最长 当了25年的皇太子 在做了186天皇帝后 连个年都没过 就因病 退位当了太上皇 五个月后就去世了 年仅45岁 第三妹 清圣祖康熙 55个子女 35个儿子 20个女儿 说到康熙皇帝 估计没人不知道 据清史记载 康熙皇帝在位62年 是清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 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终其一生 康熙拥有无数美女 后妃无数 这些女人总共为他生了 35个儿子 其中活到成年的有24个 这还说的是儿子 再加上20个女儿 就有了55个儿女 第二位 唐玄宗李隆基 59个子女 30个儿子 29个女儿 唐玄宗李隆基 被称为历史上 最风流浪漫的皇帝 后宫财貌双全的家里 数不胜数 就这样 他晚年还夺了 儿子李茂的王妃 杨玉桓 专宠杨贵妃一人 但是唐玄宗还是知凡夜茂 有30个儿子和29个女儿 总共59个儿女 第一位 宋徽宗 赵基 80个子女 38个儿子 42个女儿 话说这位北宋的宋徽宗 治理国家不在海 但在吃喝玩的方面 那是相当在海 有青楼天子的美誉 虽然后宫粉带三千 美女如云 但赵基已经索然无味 于是经常微服寻衅 青楼割馆 寻花温柳 深日他还会将 喜欢的妓女 乔装打扮带回去 长期晚了 靖康之难后 赵基和长子赵恒 成为了金人的俘虏 被带了的金国软禁 即使作为俘虏 宋徽宗也没能放弃 在男女之婚方面的墙 据金国历史记载 宋徽宗原本有皇子31人 公主34人 在金国做俘虏后 又生了6个儿子和8个女 总共80个儿女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对这些古代君王 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评论区讨论互动 最后别忘了点赞 加关注支持一下 布置君与你下期再见